要说斗破苍穹中哪个境界最难突破 那一定是斗宗 因为主角团里面没有一个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突破斗宗的 那么你知道 这些人突破斗宗都使用了哪些方法吗 下面男星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1.小一线 在斗破苍穹中 要说谁陪伴硝炎时间最久 那肯定是小一线 从硝炎斗黄的时候就陪伴着他 一直到硝炎五星斗尊 动漫中 小一线的剧情还停留在和硝炎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二人是在青山镇相识 也是在青山镇收尾 最后和硝炎的灵魂分身消失在斗气大陆 硝炎第一次遇见小一线 对方还只是一个斗者 第二次遇见小一线 对方已经是一名三星斗宗了 短短三年时间 从斗者到斗宗 这种逆天的修行速度得益于他的特殊体质 恶难毒体 这种体质的人非常少 而且一旦被人发掘都会被第一时间抹杀 这就造成恶难毒体几乎在斗气大陆消失 因为恶难毒体就是一枚定式炸弹 随时有可能爆发 一旦爆发方圆百里寸草不生 恶难毒体的噤声非常简单 就是吞噬毒药 修炼有毒的功法 小一线运气也是极好 在山洞中获得了七彩毒精 在出云帝国得到毒宗的培养 很快就到达了斗宗 是吃毒药吃上去的 不过斗宗就是小一线的极限了 正是因为已经无法压制恶难毒体 所以才听从魂殿命令攻打加码帝国 既然都说到恶难毒体了 那就多说一点 冰河谷的谷主也是恶难毒体 但是她的是移植别人的身体 后天的远没有小一线这种先天的强大 所以才要举全宗之力捉拿小一线 小一线控制恶难毒体之后 实力直接从六星斗宗飙升到三星斗尊 这种提升速度 清灵见了都得摇头 这还不算完 要老帮助小一线梳理学习了毒丹之法 再提升三星达到六星斗尊 最后小一线靠恶难毒体 还闯过了半生的关卡 直接晋升到斗圣 和硝烟一起去浪迹天涯的时候 是二星斗圣实力 硝烟的正妻 硝族和无尽火域的正牌主母 这身份就能吓死一大批斗气大陆和大千世界的强者 美杜莎女王晋级斗宗靠的就是进化 将体内的魔兽血脉提升到远古魔兽的层次 借用远古魔兽的超级血脉硬生生提升一节 达到七界魔兽的地步 美杜莎女王的修炼天赋比起小一线也不遑多让 但是就算天赋再强 想靠修行进阶斗宗也是遥遥无期 除了进化别无塔法 从这里就能够看出斗宗的难度 晋升斗宗之后就是一路坦途 自身天赋加上七彩吞天莽的血脉加成 短短四年就晋升六星斗尊 后面跟随硝烟去往星云阁 通过九彩原石和硝烟给的菩提大还单 闭关三年之后从九星斗尊提升到四星斗圣中期 三 紫岩 硝烟的红岩知己之一 也是硝烟成功路上的一大助力 从硝烟斗灵的时候就一直跟随在身边 直到斗圣才回归龙岛 紫岩的本体是魔兽三大至尊之一的太虚古龙 是一切龙族魔兽的至尊 书中的紫岩去往中周之后被太虚古龙一族察觉 带回去再放出来就晋级斗宗了 对于这种至尊魔兽来说 只要有足够的能量就能晋级斗宗 所以紫岩是吞噬 古龙岛的药材和药材广场的药材进阶的 要说修炼速度 紫岩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 直接从斗宗进阶到四星斗圣 成就龙皇血脉 成熟体的龙皇不用元气就能与斗帝媲美 意思就是 紫岩成为龙皇之后的修行体系 和斗器大陆其他魔兽和人类不一样 只要成长到成熟体 就能拥有堪比斗帝的实力 四 消炼 主角团里面最惨的就是消炼了 虽然有逆天功法 但是他本身却没有特殊体质 也没有远古血脉 加上要老也不在身边 晋升斗宗对消炼来说 简直就是要了老命了 晋升斗宗 消炼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但是消炼命好 刚好遇到了天池爆发 只要能够吸收天池能量 斗皇巅峰就能在一年内突破斗宗 可是此时的消炼才六星斗皇 为了把握这次机会 消炼一口气吃了两枚黄极单生到八星斗皇 前往天池 消炼在争夺天池名额的时候 遇到了同样来碰运气的奈兰燕燃 因为名额有限 加上奈兰燕燃获得了天才地宝 就被其他斗皇盯上 危急关头消炼卡点到来 击退敌人带着奈兰燕燃继续前行 后来二十多名斗皇联手要把消炼赶出去 被消炼使用六合又生齿的六合火一招击败 一招击败二十多斗皇 那兰燕燃都看傻眼了 要不是消炼 这些斗皇太一个都打不过 为了能拿到第一名 消炼把中州北域的青年才俊都得罪完了 尤其是四方阁的少主们 消炼吸收天池能量之后 在封围阁附近闭关突破 为了增加突破概率还吃了一枚破宗丹 可以说是把能用的手段全都用完了 其实云运突破斗宗好像有点不准确 因为书中没有明确地写出 她是什么时候晋级斗宗的 好像是在获得花婆婆传承的时候 就已经是斗宗级别 这么说来 那么云运就是唯一一个通过自己修行 到斗宗的主角团成员 不过书中的描述确实不明确 云运得到花婆婆的传承 这个传承是非常温和的 一点一点地被云运吸收 云运说过只是一丝传承 就让她达到了斗宗中的佼佼者 云运或许是唯一一个凭借 自己修行到斗宗的主角团成员 这业与花婆婆的指导有很大关系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 还请给男星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